近日,53岁的郭富城北港媒拍到全家在机场办理手续准备前往台湾的照片。 除了郭富城,方苑以及大女儿C导之外,郭富城的岳父岳母也紧随情后。 在机场时,郭富城一直忙着跟女儿C导互动,很长时间都是自己抱着女儿,直到感觉有些乏累,才把女儿放到地下,让方苑牵着。 虽然天王非常努力地想让女儿开心,但是看得出来把忙的工作,已经让他非常疲惫了。 尽管如此,郭富城还不忘乱鬼脸,耍武部到女儿开心,可以看得出来,郭富城这位女儿卢爸爸,真的是十分宝贝了。 据长媒称,郭富城和方苑结婚生女后,岳父岳母便一同随着方苑,从上海移去香港,因此,这次在机场看到方苑爸爸妈妈的身影并不意外。 为了方便岳父岳母照顾两个小女儿,郭富城每月专程花费超过十万元,在大坑城堡多租了一个房子给岳父岳母居住,并且平常一家人的饮食起居,也有。 郭富城一人承担,再加上郭富城自己的父母,天王要承担一家八口人的生活,压力不小呀。 而郭富城2019年的演唱会形成,也是被排得满满当当,澳门,深圳,上海,北京,十州,珠海,这样是已经结束的演唱会形成。 接下来在香港,郑州,中山,超沙,重庆,成都,海后等多地,都会有郭富城的巡回演唱会,可以看得出来,郭富城真的在很努力地赚钱养家。 虽然郭富城的人气和当红时期相比有着一定的差距,但是凭着天王成号养儿育女还是不成问题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